韩剧《亡国》里的朝鲜丧尸最开始到底是如何出现的 在这部最近上线的番外电影中终于给出了答案 传说在朝鲜边境的深山老林中有一种能起死回生的草 这只小鹿不小心误食了它 很快便在小溪边痛苦挣扎而死 然后 重生后的小鹿走路摇摇晃晃 听到草丛中有野兽出没 它非但不逃跑 反而流下了口水 一只猛虎探出头来 小鹿疯狂嘶吼竟然猛地冲了过去 小鹿奋力撕咬 但根本无法伤及老虎分毫 反而被老虎死死咬住要害 尽管只是传说 但这片被称为肺四郡的地方 至今都是平民免禁的禁地 直到有一天 附近村落一个叫阿信的女孩冒险闯入了这里的山洞 在墙壁上看到了关于神秘草药的记载 一种让亡者附身的草 但必须付出代价 回到村里 阿信把看到的告诉父亲 想用这种草药救活自己冰死的母亲 父亲听后 严厉扼杀了阿信的想法 并禁止他再次进入森林 如果被巡逻士兵抓住 可是会被处以劫舌之刑的 就在这时 一群朝鲜官兵骑马赶到 阿信父亲卑躬屈膝 联邦献出贡品 但这位将军屈尊来此 还有别的目的 原来几天前 士兵在森林巡逻时 发现了15具尸体 从手上的纹身 就知道他们是邻国的女真人 偷偷过来踩山身时 命丧于此 但在尸检后 将军发现这些人并非死于野兽 而是被当地的皇族所杀 尸体握在手中的圆珠 就是相当有力的证据 这样的话 事情就变得相当敏感了 两国关系本就紧张 再加上女真族人骁勇善战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如果皇族屠杀女真人的消息传出去 势必会有一场生灵涂炭的战争 将军为了平息事态 烧掉所有尸体 找到阿信的父亲 因为包括他在内的这个村 所有村民都是逃亡到朝鲜的女真族人 将军命令阿信父亲潜入邻国 用当地的语言 散播女真人是被老虎咬死的假消息 与此同时 煞有介事的组织村民展开捕虎行动 但很快将军察觉到有些不对 正常情况下 老虎讨厌锣骨 会躲着人群跑 但从地上的脚印判断 他反而再朝村民逼近 果不其然 老虎一反常态地朝着人群冲去 等像是赶到 已有好几个村民命丧虎口 兵死的老者用最后的力气告诉将军 将军连忙下令让村民撤退 这时几个混在其中的女真人冲了出来 将军急忙在队前去围捕 两队人马在芦苇丛中正面对峙 而那只被称为怪物的老虎 也游荡在不远处 这个女真人双手紧握短刃 严阵以待 而她面对的敌人 是一只面目扭曲的猛虎 女真人被老虎咬住手臂 关键时刻将军抄起地上的猎枪 一枪刺进老虎脑袋 总算杀死了这怪物 女真人划开老虎的肚子 发现她的内脏早已腐烂 看起来就是已经死亡很久了 而且肚子中也没有人的尸骨 女真人这才确定 自己的族人并非死于虎口 作为有仇必报的民族 女真人发誓让朝鲜加倍奉还 不久后的一天 女孩阿信趁父亲不在 再次闯入森林 准备摘取生死草 给母亲治病 可等她返回村庄 整个人都傻了 家园已然变成废墟 亲朋好友的尸体挂满了整个村头 就在不久前 女真人侵略了村庄 所有村民被屠杀殆尽 阿信跪在他们面前 哭得喘不过气 无助的阿信找到将军 说村里只剩下她一个幸存者 她曾跑到邻国寻找父亲的下落 却只拿回了遗物 年幼的阿信不想知道各种纠葛 只希望将军出兵讨伐女真族 为死去的亲人报仇 而将军自然不会因为一个女孩的要求 发动战争 倔强的阿信表示 只要能够复仇 什么事她都愿意做 多久她都愿意等 从那之后 阿信被将军收留 住在猪圈里 每晚在寒风中入睡 小小年纪的她干着各种脏活累活 大雪天还要在河边洗衣服 而同时她也会一个人躲在森林练习射箭 从一开始树皮都射不穿 到能把箭牢牢钉在树中 阿信还会深夜划船渡过边境 偷偷记录下仇人女真族的情况 阿信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野蛮生长 小小年纪 眼神里便只能看到两个字 仇恨 久而久之 阿信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强 这天她在森林里捕猎小鹿 弓箭拉满 射出去 本以为十拿九稳 但没想到 阿信不是野猪的对手 在森林中艰难奔跑 眼看就要被追上 这时她加速跑上一根断掉的木桩 然后一个华丽转身 阿信长大了 变成一位英姿飒爽的野性女子 这个女人剑法神准 连续射出数箭 都是在大树的同一个位置 最后一箭 她将弓拉满 直接射穿了整个树干 她叫阿信 多年前 女真人攻击了她的村庄 屠杀了所有村民 作为唯一的幸存者 她白天干苦力 晚上睡在猪圈里 还有忍受士兵不怀好意的骚扰 忍辱负重 就是为了有天能报仇血恨 这天她终于等到了机会 朝鲜军和倭寇谈判破裂 军王下令迎战倭寇 将军担心 女真族会趁虚而入 便让阿信 前往女真族大本营 刺探军情 阿信来到大本营后 果然发现女真族镇率兵出征 阿信潜入大本营 却没想到 竟然在这里看到了父亲 原来当年父亲并没有被直接杀死 而是被当成叛徒 被砍断了双腿双手 一直囚禁在大本营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折磨了整整十几年 现在是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多年之后 她再次见到女儿 内心没有一丝喜悦 只是反复说着一句话 多年后 发现父亲还活着 阿信根本没来得及高兴 就不得不亲手再杀死父亲 这样无边的痛苦 把本就在仇恨深渊的阿信 再往下推了一把 帮父亲解脱之后 他的眼神更加纯粹 隐忍了这么多年 他要自己动手了 临走前 他一把火烧掉了大本营 在回军营的路上 他正好遇见出征的朝鲜士兵 这一批刚好是皇族的部队 阿信突然看到弓箭上的羽毛 跟他小时候在森林发现的 女真族人尸体上的一模一样 阿信觉得事有蹊跷 于是潜入档案室 在一幅卷宗上 终于发现了隐藏多年的真相 原来当年将军面对女真人的威胁 直接将杀害他们族人的凶手 嫁祸给了阿信所在的村庄 所以村民们才会被当成替罪羊 被女真族杀了个金光 阿信恍然大悟 原来圈圈的仇人并非女真族 而是眼前这些懦弱又无情的朝鲜官兵 阿信走在街上 想到了一种最残忍的复仇方法 阿信抓到一个朝鲜士兵 先杀死他 再用生死草将他复活 重生的士兵变得嗜血又狂暴 朝人流密集的军营狂奔过来 其他士兵瞬间被扑倒在地 生死草毒有很强的传染性 呼一会儿 更多被咬伤的士兵都变成了丧尸 复活的丧尸没有痛感 扭曲着身体向活人冲来 他们见人就咬 一传十十传百 数量越来越多 一个长官想趁乱逃跑 然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阿信的监视中 阿信精准两剑 直接干掉官员 接着又是一剑 又带走一个 痴情仍在蔓延 一切都在阿信的计划之中 他仿佛死神一般 俯瞰着这番地狱场景 没有人能逃出军营 哪怕躲开了丧尸的攻击 也躲不掉阿信的剑势 天色即将破晓之时 一个幸存的士兵爬上屋檐 求阿信饶他一命 而阿信一剑射穿他的手掌 新鲜的血液 很快吸引来了一大波丧尸 但阿信丝毫不慌 将酒撒在士兵和丧尸身上 然后点燃一只火箭 完全肃清敌人后 阿信还留了一个火口 他将男人装进麻袋 拖回自己曾经的部落 大仇得报 一路上他仿佛又看到了 那些熟悉的笑脸 直到走进一个破屋内 所有人都站在他面前 对他笑着 而地上是一只被感染的小鹿 然后镜头一转 一大群丧尸被铁链锁着 他们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被屠杀的村民 原来当年的阿信 不愿村民死去 于是用生死草 将他们全部变成了丧尸 并用铁链锁着 一直被养在这个小破屋里 而他拖回来的男人 就是献给村民的每位 天阳的最后 阿信马不停蹄地赶到一周 将生死草交给李承熙一省 声称生死草能让王者复活 这就直接导致了 剧版王国中朝鲜都城的沦陷 这样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亚信传是韩剧 王国的独立外传 阿信既是整件事情的前因 也是后果 在即将播出的第三季中 阿信会扮演怎样的角色 又会给战局带来怎样的变化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咸鱼 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故事 想看的电影可以告诉我 我讲给你听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